黄姓屋主因为透天措所在的土地有产权问题被告上了法院 当时法院判决黄姓屋主必须要拆迁透天措 但屋主后来跟法院协商希望改为班离也获得了同意 总共出动了十位工人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帮他把整栋的透天措移动了31公尺 还转向90度前后斥资300万 透天措被千金底价高宛如浮在半空中 万万没想到眼前的浩大工程真的在搬家 那么努力想把透天措搬走 就是因为土地产权出了问题被告上法院 当时法院判定黄姓屋主的透天措要进行拆迁 但他认为乌林才七年拆掉可惜 经过法院同意决定把家搬走 黄姓屋主上网找了嘉义厂商出动 十名工人耗时一个多月 将透天措左右移动31公尺 还转向90度 每移动一公尺就要花10万 屋主一共花了300万 才把800多顿重的房子固定好 虽然房子移动距离看似不远 但前后作业反复出动许多机械相助 而且透天措每天仅能移动1到2公尺 但屋主觉得值得因为房子不用重盖 只是花300万搬家 让附近民众看了直呼真的太神奇 记者欧明杨金们报道